蒸笼里是整齐排放好的碗粿 这是草屯新丰社区 社区的长辈们手工制作的碗粿 每位都在等待着成品的出炉 打开蒸笼锅底是滚烫沸腾的水 而蒸笼上是已经蒸好的碗粿 在制作米食的老师解说之下 碗粿蒸好之后要放凉食用 口感会更Q 且会更有米的香气 新郎社区是传统農聂社区 大部分都是做米 米的时候每个人都说米三盏 我们吃饭就是米食为先 米可以变化很多的食品 我们做的吃点心 所以我们社区的时候 文化教练叫我们来推动 我们有一个教会 来教我们使用试团 可以传承我们使用试试 让我们使用试试可以对我们国文化了解 为落实传统文化的传承 文化部及县政府积极推广传统文化的传承 因新丰社区早期多半以稻米为经济作物 而这次传统文化活动也相当的多元 体验相当多传统国的文化 让这些社区的婆婆妈妈们 能在一起回味早期那股传统文化的味道 在我们专官里面有很多社区 我们的发展博会 我们都非常用心在推动到 国中和地平相关的一些美食的传统 特别是我们新丰社区 我们的理事长也非常用心 让我们这些父母可以学习到 这些过去传统的美食 特别邀请我们做到这个 蒋花粿的这个达人 来跟我们这些社区的妈妈 教他们怎么蒋花粿 希望可以把这个古代的美食 继续可以传承来 看见社区长辈们一起享用彼此认真用心的成果 脸上满足的笑容 为传统文化多了一份前进的动力 新丰社区 再来 记者李永胜草屯采访报导